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就找了李四光 关于李四光 前不久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致函中国新闻社称 李四光年谱中提到 时任中国科学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 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 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 但中国科学没有资料保存 望中心社能协助查找 但在中心社总社的现有资料中并未发现这篇文章 于是这一特殊的任务便落在了中心社香港分社的肩上 经过逐册逐页的翻找 终于这篇58年前的文章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这篇文章叫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 是中国新闻社的电头 是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 新中国成立15年来 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 就是这么一条稿子 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 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 感到无限欣慰 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 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更迅速的发展 这篇文章一共是1500字 中心社香港分社是中心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 也是中心社在境外建立的首个分社 始建于1954年6月 后成立中国新闻代销处 出版发行港版的中国新闻 刊印中心社电讯通稿 代销中心社电讯通稿图片专稿 如今公职香港分社市场部的吴玉生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1984年入职港分发行部 从事印刷 装钉 发行等工作多年 对于这一落落带有历史印记的电讯稿刊 他如数家珍 因为我1984年来的时候 我都是做发行部 我们暈刷中国新闻 所以都会暈刷包装丁顿 所以你可以看见 五六四年代的 七四年代的 八四年代的 九四年代的 到两千年的 所有登记注册的暈刷片 你都要给香港政府一份 他们都是用电讯稿 都是他们手写的 传真过来 香港分社就是会打字 排版 晕纱出来 因为我们香港就要求 发给海外对象就是用繁体版 那简体版因为海外很多华侨 都是看繁体版的 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方法 在香港分社工作将近四十年 这位业界老兵见证了港分 在彩编 印刷 出版等业务领域的 逐年发展与成熟 我们从这个印刷的不同的 就可以知道一九五六年的时候 可能都是比较没有什么先进的 后来都八十四年代的 因为我都在印了 这个是合式印刷机来做 后来都是一些数码的机 所以你就看见它包装啊 钉装的时候都能够比较好一点 还有呢就是它刚开始的时候 最后都是用这个只有文字印刷 后来就是我们里面都有图片放在去 后来都是我刚才都说的 就是英特利 我们都通知登录可以有英特利 去看中国新闻 1984年的时候我们每天新闻稿 重看过都是刚开始都是一天三十条 你现在当然多了 现在超过每天一百多条 从1954年2月13日发行的最早一期 中国新闻电讯稿刊 到刊载有1964年中国科学大家 遇事名言的名篇佳作 从记录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历史瞬间的珍贵信息 再到如今对全球动态24小时的 全媒体实时报道 泛黄的固执堆 浓浓的油墨香 字里行间承载的是中心人对70年沧海桑田的亲历见证 更是维港支盼鱼衣甲子光阴中 沉甸甸的忠心印记和忠心情怀